大家好,我是Den 最近在短影片,大家应该看过很多人跳BigiBigi舞吧 BigiBigi是韩国棒球队Kia Tigers的奥松 奥松就是指对方打者被出局时播放的歌曲 这个时候,啦啦队员会随着音乐展示简单的舞蹈动作 也就是在说 你们出局了 让Kia的对手赶快进去防守 而Kia的选手则赶快进来进攻的意思 所以,不是Kia Tigers的粉丝本来是不太喜欢的歌曲 但是,就在前几天也来过台湾的Kia Tigers啦啦队员女生EGUN 因为在补妆时,突然听到凹松响起 立刻关上化妆品,随着节奏跳起了BigiBigi舞蹈的影片 获得了非常高的人气 目前,该影片已创下了6000多万的观看 在这个影片爆红之后 就有非常多艺人名人cover了这个舞蹈 同时,EGUN的人气也就越来越高了 而从上个礼拜开始,就有很多网友们私讯问 韩国啦啦队女生EGUN 明年可能来台湾发展的消息 韩网的真实反应是什么 所以,今天就整理了一下 韩国棒球论坛以及相关YouTube影片底下的留言 怎么一有点人气就跑去台湾了 感觉他们在韩国跳舞时都是面无表情 但去到台湾就跳得更卖力了 说不定真的有这个打算呢 本来在韩国,大家并不会特别看待啦啦队员 在棒球场还是篮球场 就算会有几个奇怪的人拿着相机拍摄 大多数人还是以观看比赛为主要目的 如果有地方认可他,欢迎他 那么换工作是理所当然的 台湾对啦啦队真的是真心啊 当然要去了啊 在韩国拿着微小的工资 冬天还要参加篮球赛 年薪也不高 但在台湾不仅能接到广告和上电视节目 还能拿到不少钱援金 这么好的机会谁不去呢 其他啦啦队员我不知道 但真的希望已就能不要去啊 韩国的啦啦队员们应该都想去台湾吧 待遇真的差太多了 现实来看,去台湾确实是明智的选择 希望接至此机会 韩国的啦啦队员待遇能有所改善 听说现在的状况 几乎像是在做义工一样 啦啦队员也应该提升自己的价值 得到应有的认可 在良好的环境中 受到应得的待遇 趁现在机会好 当然要抓住啊 在台湾啦啦队员的收入 肯定比在韩国啦啦队高好几倍 说实话 在韩国啦啦队员并没有那么高的待遇 大家主要是来看比赛的 真正为了看啦啦队来的人真的不多 单听台湾朋友说 那里的观众 很多都是专门为了看啦啦队才来球场的 而且啦啦队员的人气 几乎跟明信一样高 这样的机会当然要抓住啊 韩国棒球实力在退步 反而啦啦队的舞蹈越来越发达了 根据从高中时期开始 每个月都会去看棒球的资深 棒球粉丝的经验来看 确实在韩国 大家都知道哪位啦啦队员很有名 或者很漂亮 但最关注的还是比赛结果 真的很少听到有人会为了啦啦队员去球场 当然应该也是会有 所以从一代开始 看到那么多韩国啦啦队员来台湾 而且收到这么高的人气 真的觉得很神奇 也替他们高兴 总之 对于韩国啦啦队女生依旧 明年可能来台湾的韩王反应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踏给他的电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